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药可以通过靶向化疗杀死所有实体癌症肿瘤 同时不伤害其他细胞 开发辉瑞新冠疫苗的科学家兴奋地表示 癌症有望10年内治愈 8月1日AOH1996的实验室研究报告 在京同行评审的期刊发表 结果表明AOH1996已在实验室中 对70种不同的癌细胞进行了测试 发现对所有癌细胞都有效 另外 从论文的署名看 这项研究除了Linda Marks教授之外 至少还有7位华人科学家参与 带领团队负责研发的Linda解释 把癌症想象成浴缸里的水 如果不加以控制 水最终会溢出损坏家中的其他部分 我们团队的治疗方法 就好比一个看家护院的房主 先把水龙头关了 然后把浴缸里的水排干 消除癌症 这种新药通过靶向一种名为 增值细胞和抗PCNA的蛋白质发挥作用 这款药物只针对癌细胞中的PCNA 能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而不触及癌症的正常细胞 论文的第一作者顾博士提到 过去没有人曾将PCNA作为一种治疗方法 因为它被认为是不可成药的 能够开发出一种针对PCNA的 把点研究药物具有挑战性 68岁的琳达教授比喻道 我们的抗癌药就像一场暴风雪 阻止携带癌细胞的飞机起飞 但它对其他正常的航班没有影响 目前他们的AOH1996药物 正在希望之城进行一期临床试验 为期至少两年 在之前的试验中 AOH1996通过成功扰乱细胞繁殖周期 选择性的杀死癌细胞 去年11月 首名参与测试的患者服用了新药 现在状况良好 正在进行的一期临床试验 目的是确定研究 NAOH1996的最大耐受剂量 并评估出不了效 琳达教授说 其他靶项治疗方法 已经帮助了无数癌症患者 也许有一天 AOH1996能获得FDA批准 可以与现有疗法联合使用 既能增强杀癌效果 又能减少副作用 虽然从表面上看 没有理由怀疑这种效果 不会在临床试验中得到复制 但专家指出 大约90%的新抗癌药物 最终已失败告终 其中包括许多已经上市的药物 因此 这种新药还将进行两项 规模更大 时间更长的试验 这意味着该药物在上市之前 仍面临至少10年的临床和监管障碍 虽然新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试验 但是在研发阶段取得爆炸性突破 给癌症患者和他们的亲人 带来新的希望 由于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 新药能否获批上市 还是未知数 因此现阶段 癌症患者千万不能擅自停药 请听医主配合治疗 在BC省儿童医院 谈到自己女儿正在遭受病痛折磨时 Terry Ma难掩悲伤 她受了太多的苦 她7岁的女儿Tetling正在与病魔搏斗 就在几个月前 她的小女儿与所有同龄人一样 每天微笑和玩耍 但现在她躺在医院的病床里 正在从手术中恢复过来 她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 医生不得不对Tetling进行截肢手术 这是一种罕见疾病 对她造成的悲剧后果 一开始只是一种看似普通的感冒 但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后 Tetling和她的家人 面临着改变生活的诊断 感染夺去了她的一条腿 入院后不久 Tetling就患上了复杂的感染 医生在她的血液中检测到了细菌 诊断她患有腹瘤感肺炎 最值得注意的是 她感染了侵袭性A群练球菌 BC省儿童医院 在给DailyHab的一份声明中说 非轻注性的A组练球菌感染 是一种相对常见的儿童感染 当儿童被感染时 最常见的症状是 练球菌性咽喉炎 浓炮疮和心红热 然而在极少数的情况下 练球菌会导致更严重的感染和并发症 包括肺炎 坏死性 筋膜炎或败血症 医院解释说 这种感染被称为 侵袭性A组练球菌感染 可能会危及生命 马说 她的女儿是一个积极外向的女孩 她说 她的家人都喜欢户外运动 所以她参加了许多活动 比如骑自行车和游泳 她还喜欢芭蕾和表演 自从住院以来 Tatling在感染性休克后 接受了气管插管 她出现了呼吸系统的问题 急性肾衰竭和败血症等并发症 最后还需要一根颈管和一根胃管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她的呼吸才逐渐好转 虽然Tatling从疾病中恢复过来 但依然出现了将改变她余生的并发症 血泥块导致她的指尖 左脚和右腿的小腿以下变黑 马说 本质上她只是硬化式脱水 我们只是在等待奇迹的出现 祈祷情况是否会有所改善 但现在这种可能性非常低 本周Tatling正在接受 节肢右腿和脚的手术 马说 前面的路还有很长 她会恢复过来的 马和她的家人努力向前看 并寻找支持Tatling的方法 让她重新回到生活中 我认为她会克服困难 我认为她会回去 做她喜欢的事 但我们不知道 她会有什么反应 回到社会 回到学校 希望她能够适应 家人在GoFundMe网站上 设立了页面目的是为医疗费用 和慈善事业筹集资金 来自安省 汉密尔顿的18岁小伙 从两年前开始为 街坊邻里清理 烧烤炉籍周边 现在她已经攒下了 数万元的大学学费 据Global News报道 两年前 Jakob并没有考虑 扩大客户群和雇佣帮手 来处理她在 Hammerton社区内的清洁业务 一开始 在她敲门询问 是否有人愿意让她清洁烧烤聚会时 她还在想着 是否会有人接受她的提议 说实话 我有点害怕 即使是现在 敲门还是让人紧张 Jakob说道 那时我们刚搬到这里 我不太认识街上的人 但一旦你掌握了敲门 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这位18岁的年轻人 在2021年春季 开始她低成本高利润的事业 一年内她赚了约1.2万加元 第二年又赚了1.6万加元 事实上 这让我很惊讶 我从街的那一头开始 第一个人就答应了 她回忆道 然后我又敲了大约 另外50户人家 才找到下一个客户 在进入十年级之前的那个夏天 Jakob开始有了要上大学的愿望 那个时候她在农场打工 她算了算自己上大学 需要付多少学费 很快意识到她需要增加收入 在得到妈妈对她清洁家庭烧烤的赞赏后 当时还是16岁的 她觉得可以把这项技能带到每家每户 看看是否还有人需要这份辛苦 却不受感恩的工作 尽管遭到了数百次的拒绝 但当时还在上高中的Jakob 还是找到了足够多的接受者 让她每周忙碌70个小时 即使现在我也会有连续200个人说不 她说道 这只是坚持不懈 直到看到曙光 后来她成立了一个可以在线预约的网站 并接受了几个小时的YouTube培训 这位有报复的工程师现在赚的钱足够支付她去上UBC大学的学费 住宿费和餐饮 帮人清洗露台 人心道和车道已经成为Jakob的技能范围 车辆清洁从每次150加元起 自5月以来 她估计已在这个春夏季赚了大约26000加元 随着业务的增长 她表示正在考虑雇佣帮手 以保持业务在未来几年的发展 我正在寻找一些离汉密尔顿更近的人 我有一些在奥克维尔为我工作的人 我计划购买一辆车和一些更好的设备 Jakob说 我现在把所有东西都塞进我的大众高尔夫汽车里 它正好合适 威斯勒西北110公里处的唐顿湖周围山火肆虐 BC省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小屋被烧毁 讲述山火疏散过程如同开车穿越地狱 据报道 北岸居民达尔林普尔把逃离熊熊大火等同于开车穿越地狱 他说 这真的非常可怕 黑暗 真的难以呼吸 由于距离威斯勒西北110公里处的唐顿湖山火正在燃烧 达尔林普尔伴侣库恩斯以及其父母 于周二一日下午三点被勒令撤离 这群人当时正住在他家位于枪湖的庄园里 他们很快就收拾了行李 当我们快离开时 烟雾变得非常的浓 并开始落下灰烬 库恩斯说 我们必须把很多东西装进车里 然后快速躲避 此前一天 他们清楚地看到山火从山上向湖边蔓延 你可以看到火焰有100尺高 他说 地情非常的陡峭 所以东西会滚下山并引发新的火灾 周三早上 他们看到了大火蔓延至湖边烧毁了小屋 达尔林普尔表示 山火来得猛烈且迅速 他说 突然间风向变了 风开始吹进靠近的小屋地方 达尔林普尔和库恩斯一起把他的母亲 安置到夫妇俩居住的北温哥华 我们只是感觉很糟糕 那是一个非常棒的社区 在那里人们拥有世代相传的小屋 他说 这非常令人心碎 唐顿湖山火摧毁了许多财产 但确切数字尚不清楚 目前正在确认这些影响 史高美利卢区区域局周三表示 一旦安全将立即进行损失评估 唐顿湖山火目前估计面积达1795公顷 超过50名消防员正在灭火 BC省山火服务处 BC省运作总监扎普曼表示 结构保护人员已在火厂附近的建筑物上开展工作 他呼吁当地民众 如果他们接到疏散命令 请按照指示立即离开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